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兵眼中 他们堪比神异般的存在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开始就用整体 话说 1914年7月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7年 也就是战争末期 美国陆军第一步兵师正式组建 绰号大红医师 1918年11月11日 一战停战协定被签署 此时位于大红医师的老兵在法国北部战场 直到屠杀了一名已经投降的德国人 当他返回营地时 他告诉队长 就在一个小时前 他因为杀敌所以才来晚的 队长有些诧异 四个小时前 也就是今天的上午11点 停战协定已经签署 战争结束了 听完 中士有点懵 难道我滥杀无辜了 一晃24年过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2年11月 美英法等盟军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实施登陆作战 史称北非登陆战役 4日 美军第一步兵师从英国起航 作为中部套魂编队 目的地奥兰 肩上 曾经参加过一战的李中士 现在为大红医师第16步兵团艾联 第一队一分队的班长 眼前几个新兵都是青一色的菜鸟 从未参与过任何战争 但也就是这四个人 在老班长的带领下 两年时间从北非达到了欧洲 并在欧洲参与了二战所有的重大战役 来到北非 美军很清楚他们最终的敌人不是法国人 而是纳粹德军 为此 盟军在正式登陆前给法军散发了大批传单 并告知他们真实的意图 尽管如此 老班长还是提醒新兵们 如果我们遭遇袭击 那么你就不要管对手是谁 干就完了 在法军战线 传单是起到作用的 至少基层士兵打内心不愿意交战 从11月8日晚间 中部特访编队分别从三个滩头开始登陆 一个在奥兰以东 两个在奥兰以西 因为基层指挥官不愿意开战 直接导致上级将其射杀 不明枪声响起 滩头一度引发了混战 从表面上来看 法军是因为厌战才导致与美军握手言和的 而事实上从11月8日至11月9日 奥兰滩头的战事就没有停歇过 法军一直顽强抵抗 最终 迫于英国皇家海军战略舰强大的火力碾压 法军才于11月9日正式投降 成功登岸后 上级只是第一小队去一个叫做凯瑟林山径的地段侦查德军动向 万一经理 老班长看到大批坦克 随即 他命令所有人在道路上开挖壕沟 全部躲进去 一面被发现 不久 德军到来 老班长被发现当场中单倒地 根据他的情报 大黄医师成功伏击德军 拿下凯瑟林山径 老班长被送到图尼斯一家临时战地医院 他很幸运 子弹并没有击中要害 一时十八连的士兵告诉他 他们已经拿下了凯瑟林山径 包括图尼斯 老班长追问 图尼斯真的被拿下了吗 话音刚落 下边的德军便焦开了火 我们这里就是图尼斯呀 很显然 战地医院的安全无法保证 于是老班长乔装打扮成阿拉伯人的模样 仓皇出逃 他听说医师准备进攻西西里 从战略位置上来看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半岛以南的地中海中部 是意大利二十个地区之一 1943年7月 西西里岛战役爆发 盟军的意图是消灭岛上周英国的空中及海上力量 从而控制地中海 并迫使意大利首相莫索里尼下台 经历凯瑟林山径之战 第一小队仅剩下四名士兵 大家见到老班长回来 显得格外兴奋 越入船内 可能是太无聊 新兵不断拿文奇嘲笑取乐 说他是意大利的后裔 而就在他开怀大笑的时候 柴包一把掐住了他的下巴 趁势文奇把枪口怼进他嘴中 好吧 我就给你唱一首意大利歌曲 登上西西里岛 老班长奉命前往居民区寻找抵抗军 大家怨声载道 怎么又是我们 如何知道前方有没有敌人 最好的办法是派一个人走到空旷地带 看他是否遭受袭击 老班长是以文奇打头阵 引诱潜在的狙击手 据说 这个点子是西点军校想出来的 拐角处 老班长再次只派一名菜鸟上前 但他还没有走两步就被子弹击中 大家都很纳闷 文奇不是刚刚走过吗 他怎么没事 老班长呼唤文奇 他告诉老班长 前面还有敌人 没办法 他亲自扔了一把手雷过去 顿时吓得德军小伙一哆嗦 太不公平了 我在这伏击你 你竟然吓我 其实 文奇刚刚走过 早就知道前面有埋伏 他是想报复下老班长 让他当幼儿 并顺便考验一下老班长的身手 休息间隙 新兵向老兵们询问 如何在战场上生存 柴豹告辞他 我们之所以还没有死 那是因为死的都是你们 新兵追问 我会死吗 柴豹反问 为什么你不会死 难道你有神功护体 两分钟后 柴豹的话得到应验 小伙一脚踩到了地雷上 但并没有被炸死 还真是有神功护体 不过老班长发现 他的一个蛋蛋被炸掉了 他安慰新兵 少一个也没有关系嘛 想想看 上帝为什么给你两颗 淡定点 经过几次战斗 一分队仅剩下十名队员 老班长示意大家 全部进入洞穴 连长通报 德国的坦克 已经突破美军防线 正在朝你们那边赶来 老班长意识到 他们的处境非常不妙 搞不好大家都得挂掉 几个小时后 德军不期而至 奇怪的是 总有落单的士兵 喜欢往洞里钻 没办法 来一个只能弄死一个 随着外边炮火连天 进来的德军越来越多 搞得大家很是忙碌 轰炸结束 老班长得到消息 刚刚的炮弹 就是位于海上的 沙瓦那号重型护卫舰发射的 恭喜你们得救了 根据命令 伊芬队需要再执行一次侦查任务 寻找山间内德军的重火力点 因为其伪装严密 盟军遭袭严重 早前已经有20多名少兵 前来寻找无功而返 老兵们依然抱怨 难道美军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吗 一番周折 当地少年指引老班长 在山坡上找到了隐蔽的火力点 他判断 那房子后边肯定还藏有一辆火石坦克 为了掩盖其行动 德军在外边组织村民洋装老作 搞得高空侦察机也没有发现 于是他带人从后山准备包抄 火力点其实只有五个人 正好没人一枪 当地居民为感谢他们特意盛情款待 自开战以来 村里已经没有男人了 除儿童老人外 就只剩下妇女自己 用士兵们的话来说 当年我们年轻气盛 极可难耐 女人们都和自己的老妈一样大 我们只能当做母亲来对待 1944年6月 在英国作战七个月后 一是要为接下来的诺曼底登陆做准备 柴宝抽雪茄的技术日益精进 蓝旗的编号是2号 他想跟各位老兵更换号码 甚至出价1万美元 但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换 士兵们坚信 每个号码都有独特的信息 随意更换肯定会遭遇不测 结果 刚刚登陆奥马汉海滩 蓝旗还没有上岸 就被子弹击中 看来 他早前的预感还真准 1944年6月6日 早晨6时30分 以美英两国军队为主力的盲军先头部队 总计约17.6万人 从英国跨越英吉利海峡 正式登陆诺曼底 由他 奥马哈 金滩 朱诺 剑滩 五处海滩为主攻点 短短数分钟 艾连在奥马哈海滩的第二第三小队 已经全部阵亡 现在只剩下老班长所带领的一分队 上一期指示他从海滩的防线上 打个缺口出来 本来老班长是不想去的 无奈他只得部署新兵打头阵 他十分清楚 新兵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新兵一连死了七个 直到第八个时 新兵已经全部阵亡 轮到老兵格里夫 他是班里的神枪手 柴包大声呼喊 你一定要成功 不然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现在想想看 老兵的生存法则 其实就是让新兵替自己去死 前面已经有七个人阵亡 相当于自己死了七回 曾经有新兵 极力让老兵记住自己的名字 可老兵根本就记不住 因为记了一百计 很可能你刚问完 下一秒他就挂了 稍作修整 老班长带领一分队 再次充当前哨 赶往法国北部 走在路上 所有人都注意到 老班长的神情相当凝重 他们不知道 26年前 也就是一战期间 老班长就在这里 杀死了最后一名德军 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故地重游 可以想象 此刻他内心是多么复杂 早在一分队到来前 德军的步兵已经将战场做了埋伏 老班长只派一名新兵 赶过去查看情况 德军指挥官通知所有人 无论发生任何意外 都不能开枪 一定要等大部队到来 才能动手 小伙子战场经验不足 一看人都躺在那 没有什么问题 但知觉告诉老班长 事情并非如此 他注意到 躺阁车内 德军衣服上的肩章不对劲 白色肩章是步兵脸的 躺阁车内怎么会有步兵 肯定有猫腻 于是他不动声色 刺死了三个装死的士兵 此时 刚好连长打电话过来 他借机大声回答 表示他们要去接应大部队 德军军官一看 并没有着急让手下动手 老班长低声通知大家 我们重埋伏了 所有人都不要回头 可能是新兵没有听见 说完他就好奇的往回看 发现地上竟有个人还没有死 他一开枪直接暴露了目标 都说了叫你别回头 你就是不听 好奇害死人 小伙子还算是幸运 他只是腿部中弹 强森紧急给他做了包扎 谈话间 从山坡一侧 突然窜出个三轮摩托 驾驶员早已受伤 直接倒地不起 原来是他媳妇快升了 虽说强森不是专业的义务兵 但动手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老班长安排他 在坦克车内给女孩接生 用他们的话来说 接生一个孩子 不亚于打了一场硬仗 每个人都无比的兴奋 经历几次战斗 小伙子终于熬成了老兵 尽管大战即将结束 但德军反扑的力量却没有减弱 老兵呼喊新兵 迷雾中 他渐渐的发现 地上躺着一个人 看得出 小伙子刚刚是做了一番搏斗的 可最终他还是难逃厄运 老班长想救他 也无能为力 本以为诺曼底登陆后 盟军就可以长期直入 攻破德军防线 但现在盟军不得不返回法国 1945年5月 医师来到捷克斯洛伐克 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还有四个多月 5月9日 德军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集中营被彻底解放 几个月后 老班长在丛林中 再次遇到了一战时期 他遇到的场景 他毫不犹豫给了投降士兵一刀 渐渐空气中传来声音 是他的四名手下 他们告诉老班长 就在四个小时前 二战结束了 历史的重演让老班长有些难以接受 26年前 他就是这样结束的 26年后 他依然如此 似乎命运在捉弄他 好在地上的士兵并没有死亡 从1942年到1945年 老班长和他的四名手下 从北非打到了欧洲 经历细细离岛 诺曼底登陆 法国解放 进攻西德 几乎二战欧洲战场的所有战役 他们都参与了 其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简直就是美国陆军第一步兵师的真实写照 而更为传奇的老班长 则经历一战二战依然屹立不倒 不过真正悲惨的 还是为他们曾经牺牲的那些新兵 用老兵的话来说 我们之所以还活着 那只是因为新兵们已经替我们死过了 好了 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敬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 下期见